好 食品安全問題一再爆發 台人立委葉金玲將提案修改 食品衛生管理法 對於黑心食品業者 比照刑罰的詐欺罪 要提高刑責 希望用重刑來嚇阻不罰廠商 兩年多前 塑化劇風暴發生之後 消息會的取年三月 替568位消費者提起團體訴訟 求償新台幣24億 不過這個月12號 一審法院只判賠120萬元 引發各界痛批 這個星期大同長期公司被驗出 九成以上油品造假 不過也不知道 已經有多少黑心油 被消費者吃下肚 加上之前山水米 以劣質米混沖本土米的事件 現行食安法令被質疑是否太輕 才會讓黑心業者沒有再怕 台連立委葉金玲 準備提案修改食品衛生管理法 將以劣質品混沖優質品出售 獲得不當利益的業者 比照刑法詐欺罪 提高最低本刑 除以六個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病科兩百萬元以下罰金 不少民眾聽到這消息都這樣好 希望能夠對不肖食品業者 產生嚇阻作用 蕭基偉希望與食品衛生有關的法令 都能一併檢討 對不法業者加重量刑 除了修法提高刑責 消極委也呼籲政府各個部門 應該強化維護食安的執行力 否則空有重法卻沒有弱實 黑心業者還是會挺而走險 記者張文雄 張志成 台北報導